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后面的文法练习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名词片语或名词子句或间接问句呢 它可以其实精简更让句子变得更短变成名词片语 那就是那个重点在于你要先去找得到知道呢 那个原本的名词子句在哪边 然后再把这个名词子句当中呢 如果有助动词是翻译成可以或应该这种句子的话 有这种状态的话才可以把主持的助动词省略掉 变成一个to来加圆v变成片语 所以我们看第三个练习 Phobia at thinking of 这个think of叫做思考想 Phobia这女生正在思考着 思考着what to wear for the occasion 该要如何去穿对于这样的occasion 对于这样的场合 好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里一定要what to 因为它这里它的关键字 刮虎里头的关键字当中它就给我们一个to 只有这个有to的才会是名词片语 那现在呢考考各位有没有办法把这个 省略过的句子呢 变回它原本的完整句子呢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再跟老师的答案做对比 Phobia thinking of what she should wear for the occasion 这是原本的句子哦 他应该如何去wear穿着for the occasion 对于这样的场合 你看写回来的时候它这个应该会有一个应该 或可以等助动词 那就是因为有这种可以跟应该的助动词 才可以把主词跟助动词省略掉 换成各位现在看到的to加圆v 我们看练习最后一题 The man told the secretary 这个男人教导他的秘书how to use the machine 如何去使用这台机器 这是课本他想要你练习的部分叫名词片语 现在老师让你练习把它还原回去原本的句子 原本句子在这边 The man told the secretary how she could use the machine 他教导这个秘书他可以如何去使用这台机器 好所以看哦 因为他有可以 所以这句话she could主词跟助动词可以省略掉 画调呢换成一个字叫to加圆形动词 再多练习v部分 课本的32页呢各位可以看到第二个练习 他要你要求呢根据这个名词子句 变成名词片语的句型来改写句子画线的部分 好那画线部分呢 现在画线的部分都是完整的 他说呢 Mavis had no idea who she could ask for help Mavis 这个男生他没有任何的想法 他不知道呢 who 谁他可以呢 ask for help 是谁是他能够寻求帮忙的对象 who she could ask for 他如果能够找谁来求助 他不知道可以找到谁 那我们先呢把这个完整的子句 名词子句先找出来 用刮呼刮呼他 再来看看呢这个字句子有没有助动词 可以或应该 有 有的话呢把这两个字换掉 换成一个字变成to 就会变成你现在看到的答案咯 Mavis had no idea who to ask for help who to ask for help 两个字换一个字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Carol wants to know Carry很想知道 When she could she should finish the work Carol很想知道何时她应该完成这个功课 这个作业 那我们现在反白起来的是一个完整的子句 名词子句 找出来之后判断她有没有助动词可以跟应该 由那主词跟助动词就可以一起省略 换成to加圆B 变成Carol wanted to know when to finish the work 变成名词片语的感谢 第三题 Ryan asked me where he could get delicious spaghetti in this town 好这个Ryan问我where在哪边他是可以吃得到 得到delicious美味的spaghetti意大利面 in this town在这个城镇 先把我们的名词子句找出来 再判断有没有助动词 这个助动词是翻成应该跟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把主词跟助动词省略 换成一个to 所以变成Ryan asked me where to get delicious spaghetti in this town 第四题we really don't know 我们真的不知道 what we can do to help the poor girl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来帮助这个穷困可怜的孩子 那这个现在反白起来的是一个 疑问词所带出来的一个子句 叫名词子句 判断它有没有可以呢 有还有助动词可以 于是主词跟助动词可以省略换成一个字 叫做to 后面加圆B 所以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to help this poor girl 好最后一个练习 the cafe offer offer是提供 the cafe offers many different drinks 这个咖啡店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饮料 so it is difficult 所以很困难哦 for me对我而言 to decide 如果要去决定 what I should get 我应该点些什么 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饮料 这个选择过程很困难 好这四个字 which I should get 这是我们的名词子句 找出来之后呢 再看看有没有助动词是应该跟可以的 有欸 找出来之后主词跟助动词省略 就换成一个字就好 to 后面加圆B 所以the cafe offers many different drinks so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decide which to get 就变成简单的名词片语 这是我们第一个文法 接下来第二个文法呢 在讲似乎这个单字seem 他想要介绍seem这个字的用法 seem seem这个字翻译成似乎 通常呢 会使用到这个字都是用来表示推测 表示你没有很确定一件事情 你不确定的推论跟看法 我们就会说似乎好像要天黑咯 似乎好像要下雨咯 我们用似乎这个字来表达我们的不确定 定性的推论跟想法 那这个字呢他很好玩 他有两种写法 他可以把主词放前面 主词这个人或这件事情 似乎要去做什么事 如果主词放在最前面 这个seem2后面要加2加元V 要不定词加圆形动词 那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是你可以把主词空下来放一个假的主词 这个s就是虚主词 你也可以放虚主词在前面 他说这件事情似乎怎么样 如果是虚主词当开头的时候 后面他就需要一个that来加上子句 那这个that是可以省略的 好那我们先知道规则 它的这个规则 它的句子结构 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个this young people 这是我们的主词 这是我们的真正主词 这些年轻人seem2 似乎好像enjoy dance music 很享受这个跳舞的音乐 那各位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说 如果是真正主词摆前面的时候 seem2后面要放圆形动词 好这个seem2后面要加的是元V 好那它可以改写成什么呢 它的主词可以放假的主词 它的假的主词放 当你把这个句子改写成呢 真正主词变成是虚主词的时候 后面它必须要是个子句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真正主词放到哪边去了呢 真正主词被我移到 被我们移到这个中瓜湖子句当中 去当中瓜湖子句的主词了 主词从这里跑到了这里 那前面呢 因为没有东西了 放一个假的主词 所以呢这件事情 seem that 似乎这个that可以省略 后面加的是什么 后面加的是子句 后面加的是子句 好所以呢 似乎好像 似乎好像呢 this young people 这些年轻的年轻孩子们 这些年轻人 然后后面直接加enjoy dance music 他们很享受这个跳舞的音乐 所以各位可以感受一下 这两种句子的写法 如果是真正主词 后面是sing加to加原V 如果是虚主词 后面加的是子句 那这个子句当中的真正主词呢 是我们原本的真正主词 移回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后面漏写的句子 把它补上去 所以这件事情似乎好像 年轻人都很享受这里的跳舞音乐 我们看看第二个练习 来真正主词是a used tea bag 一个使用过的茶包 a used翻成使用过的 tea bag是茶包 好一个真一个使用过的 被使用过的茶包 似乎好像能够去做什么事 sing to后面要加原V sing to后面要加原V sing to be 你看这个原V是be 好 所以一个使用过的茶包 似乎能够to be good for nothing be good for nothing 什么叫做good for nothing 好像一无是处 在good for nothing 我们等一下会在课文当中看到 good for nothing翻成一无是处 写一下 现在就可以把它记起来了 没有好处的意思 好我们通常都认为使用过的茶包 似乎好像 似乎好像没有任何好处 好那这句话可以怎么改呢 我们可以把主词换成虚主词 放成it 放成虚主词的时候 后面sims后面就加子句 所以呢这件事情似乎呢 use the tea bag 一个使用过的茶包 as good for nothing 是一无是处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什么地方 要注意 当真正主词从这个位置 放到子句来的时候 这个子句当中的主词 它会影响后面这个动词 它会影响后面的这个动词 这个动词本来是圆v b动词b 然后当他碰到了子句里头的这个主词的时候 他就会还原来